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紹一分鐘命理 張亂等於二黑五黃 其實二黑五黃 他的一個特徵 其實在空間裡面 他就是屬於雜亂不整齊 也就是說 你對東西在那邊 摆的全部到處亂七八糟的 這一個在那個五行 他就是屬土 亂七八糟他就是屬土 所以在這五行中 他就會產生二黑五黃 不用管方位了 所以說 一間好的一間好房子來講的話 他的內部就是整齊 他就可以畫二黑五黃 所以來講 你要保持你房子裡面的整齊 不要東西到處亂丟亂翻 這樣子來講 就不會產生二黑五黃 這樣子當然自然防止 他的體質就會比較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大家下一次友誼再見 拜拜